南老市的北瓜山 這台有一間職務場 剛才慶祝生立六十七年 沒多久的時間 就來高校第三代的駐路營養 也賺這個機會 推出到新的商品 歐克家的低資金 現在這個時候 天氣變化大 可以說是雁寶 優勝的好時期 頭的駕頭 請我們做回來了解 機罐的部分 它叫做玫瑰罐 荔枝罐 這特別的機罐 我們駕的都是樹小的 那它是一片片狀的 這隻一隻白色的黑骨駕 這時為在南島市一間 市駕有六十年經驗的跳牧場 現在已經團成到第三代 張鴻義因為自小孩 就對著爸爸 接觸市駕駕做 也不用了慶祝 因此選擇 就達到自己大學的龍山管理 七月的時候呢 從那個台南的新化去試研究所 去技術轉移的 這隻白石魚無骨器 本草綱目裡面就有記載說 它是一種藥營 所以說我們引進過來 提煉我們低基金 它是對我們的基金 有一個品質更大的提升 因為它是更存種的 從大陸那邊 1995年從那邊引進了 55隻的雛基 然後這二十年來 一直努力的配種配種 引進到它一直 就是往存種的方向更進了一步 不然耗生 雜鴻也決定回來處理這班 不然會想製作低基金 到三天特務中的無菜單的料理 更溫用大學所有 利用機能來造成新型的蛋捲 來提升出生的富家計達 青鴻就是堅持用骨髮練基金 用柴火煉 用木炭用木材 然後小鍋煉製 然後每一鍋的話 裡面差不多三隻的雞 那煉出來就差不多 是一千CC的低基金這樣子 然後中間過程就是 還會把雞堕碎 讓骨髓流出來 讓雞精可以更好喝 然後也更精華 然後煉製的時間 差不多是八到十個小時 那不是自小時候就對著爸爸媽媽吃雞 這辛苦的挑撥生涯 強嚴不是一般少年人 會願意做的工作 第三代少年人 就要對故鄉的感情 沒有一種輸命感 希望可以將處理的傳統生涯 重新團成下去 現在的現實上報導